我要買巴力 買一部巴巴托斯給你 我要買巴力 加多支魔劍 我要買巴力 但是你昨晚差點死 我如果昨晚拿巴力我洗輸 如果你昨晚拿巴力 你死了啦 我要買巴力 所謂人生無常 如果你有位朋友跟剛才那位先生一樣這麼白癡 我肯定他都沒聽過動漫戰隊的啦 那就快點叫你的親戚朋友一起聽啦 我要買巴力啊 要!巴力了啦!巴力了啦!巴力了啦! 好呀 歡迎大家回來最新一集的動漫戰隊 我是藍邦 我是大王 大家好 我是Sunny 在我們今天講這個動漫指的題目之前 我們先講回台武 去到我們YouTube Channel 去到我們Facebook的Official Page 還有我們YPR綜合吹水溪 在按我們的Subscribe的YouTube Channel的時候 還要按小鈴鐺去 因為我們這陣子有很多不同的SP 不同的特別的影片 上個星期就叫做回復2、2、4兩樣東西 不是的 其實嚴格的星期日都有電玩片 所以這陣子也多點其他東西 Remind 大家 甚至有些影片有時候做YouTube首播 YouTube就會在半個小時前通知你 回到我們YPR綜合吹水區 就等我們的同學或者右台主持 分享大家的節目 甚至大家想參與討論的話 都可以去到那裡 我們近來還有沒有其他特別的東西 沒有什麼 上個星期也提了大家去看這個 自創套摘棄的那段影片 對 上星期也提了 馬上第一條 吵咬要YouTube的 港女YouTube 那次我跟摘棄的YouTube首播 我戀肌 因為YouTube首播戀肌 是我說了一條影片上YouTube 就是他再放出來 所以是不會關到我們任何一個人的網絡事 亦都不關各位聽眾的網絡事 因為發覺每個聽眾都用力氣 然後我試過用Mobile Data 用5G的 不是華為的5G 就是家裡5G的網絡 再用了2.4G的網絡 都用了 全一部的力氣 那就是沒得搞 那時候真的被YouTube迫害了 甚至那一晚我們有台友主持 去實況這個還原的時候 都發覺出YouTube是很有事的 說到還原可以說回我 理論上 我們今天的節目播出是星期二 聽說我們前一天 就應該有電門實況的 就是我們幾個一起玩還原 一起喇事 說得不好聽 我還不知道怎樣 因為理論上我們錄完這個節目以後 就玩還原 我們不可能跟這個未來對話 對 就是如果大家 可能我嚇死了 星期二來開台 哈哈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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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沒事 大不了不是我開 都可以 不過都可以 那條聲音是我做的 是吧 Lock in 都沒有 對 我直上GoDraft 有什麼繼承我的位置 幫我把一條聲音出外 知道嗎 沒問題 你們聽的時候 就應該可以看到我們的實況 我們應該放回到YouTube頻道 那裡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近來都想試多些東西 所以才有不同的打機片 沒錯 另一方面我打這個 Resident Evil 2 都應該會有新的一集 應該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 再看 希望大家多支持 那去回我們今天想說的題目 都很久沒有說過 香港本地的漫畫和動畫 依稀記得上一次已經是 是不是西游 好像有說過的 還是什麼 我真的不記得了 不想起 對 完全不記得了 我最記得的是西游 對西游 或者在上一次已經是神兵 已經是神兵了 真的 但是 學點招式 對 學點招式 對 我們都想多說一些 廣漫方面的東西 之後我們有另一個題目 都想好了 但是之後就算了 你只是說廣漫很重要 有些書我們還沒說就倒閉了 真的不開心 陪伴大家22年的Coco 倒閉了 所以香港漫畫很需要大家支持 他們的生命 是比其他地方的漫畫比較脆弱一點 當然要選擇你支持哪一套漫畫 有些不說邏輯 看完你都不知道想說什麼 哪些 那些就要特別支持 對 定類方式支持 對 用套租角度好像我支持還戰支持 對 可以聽回新宿友台的節目 我覺得廣漫最後的動量 就不是只有廣字的 我不想的 但是今天我們說廣漫的題目 應該是廣漫的很早期的作品 陪伴無數人很多的時光 陪伴幾代人 就是這個老夫子 而今天呢 就是主要用這個老夫子的 什麼七彩老夫子 知水虎傳 沒錯 沒錯 這是一套電影作品來的 你可以改一個動畫電影 是一套八二年上畫的電影 1982年 我們在座三位還沒有出生 為什麼要拿這套電影出來呢 就是我很有印象 不是我當年入戲院看 也入不了八二年上映 因為它是1992年 ATV再重播的 我很記得當年 我是錄了錄影帶 我是重看了很多次 我們小時候還會有一點就是 用錄影帶錄低一點 你喜歡看鏡片 然後呢 就不斷錄錄影帶 我小時候錄彈珠人 Pokemon好像抱著 高智仁方程式也有錄過的 小時候就是用這種方式 去重溫給我們作品 或者是買帶 而我很深刻這套東西 因為第一 它是語語配音 第二 它對於當時的我來說 是一個很生動 也很吸引到我去看的 一套電影 相比起當時來講 八幾年 當然都有日本的動畫 甚至電影動畫 例如吉篤力的電影動畫 都會吸引到我的 但是始終 講廣東話 本地的東西 對於當時我來講 老夫子是唯一的選擇 我想 看我童年來講 不是老夫子就是叮噹的 為什麼今天 要拿回這套東西來講呢 我就覺得可以這套東西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老夫子 還有我們都會一會兒討論一下 其他相關的東西 我想講老夫子 大家知道有一個 討論的東西會講的 就是他跟另外憑弟的那件事 是 這件事我們今天的節目是會講的 不過就是在節目的尾段 前半呢 可能我也想講回這套動畫電影 還有講一下老夫子的回憶 或者一些相關討論 然後再去延伸討論另一些事件 那麼這套 水虎轉的電影 其實看看票房 就過十八千萬 十萬 八萬 就有五百多萬票房 那麼你以82年來講 當然 現在也不想 戲院裡面其實有些 大製作東西 但是你這個動畫電影 這個數我猜差不多 應該是吧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聽眾現在 是不是有人真的不知道老夫子是什麼 看看畫面 畫面就有個海報之類 對 那因為老夫子是一套六十年代 由漫畫家王澤 這是他的筆名 創作的一套漫畫 從那時候開始已經很受歡迎 因為他用一個四格的形式 也混合很多香港本地的用語 香港發生的東西 而另一件事 他本身就是很容易吸收的 因為是四格 還有他寫的對白 很多時候都是以廣東話為主的 有一點點修正 因為老夫子最常見其實是六格 是嗎 老夫子最常見是六格 左衣右衣 對 左衣右衣 他也有四格 他四格的話 通常就會在兩格平牌 那下面反而會是急了 最常見其實是六格 這個是一個挺有趣的情況 老夫子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作者王澤 但其實王澤是有兩個的 因為本身我們認知一開始說 老夫子那位王澤 其實他原名不是叫王澤的 王澤是他的兒子 他用了自己的兒子的名字 做自己的筆名 然後他兒子長大成人之後 也承繼了他的父親 王老夫子 當然他繼續用回王澤 用回自己的名字 王家希就是王澤 就用了他兒子的名字來做筆名 從六十年到一直連載到 我想近八十九十年 就是00年之後 他才是他的兒子接手得比較多 應該是 直到2017年 第一代王澤過了身之後 大家會更加多討論有關老夫子 因為很多人會拿出來做紀念 甚至有些人會更加去研究他當年的歷史 我們這裡就會之後再去探討 但我想如果是我這一代 誰都小時候 你都會看過老夫子 無論是漫畫還是動畫 而老夫子 我想給大家很大的印象 除了剛才說的 是一些 短篇幾格的文化 應該是 全部之一頁 就是一個故事 一個短劇 而另外有一些 老夫子自己的特色在裡面 例如他的故事 其實是沒有連貫性 老夫子有事是有錢人 有事是死窮 有事很好打 有事是垃圾 他跟秦先生 和大番書的關係 時好時壞 老夫子基本上都是他老闆 但是 他跟老夫子之間的關係 也有時會隨著不同故事 另外裡面有很多神怪的東西 有外星人 有鬼 有吸血殭屍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 有些trafford挺害怕的 另外就是 有這個飛仔 在那個年代很流行有飛仔 這個死飛仔插八道 然後他混合那個 是不是叫陳小姐 陳小姐有時接受他 有時拒絕他 有時是賢妻良母 有時是臭雞 而另外最為人熟悉的一點 就是他的章節的名字 來人尋味 莫名其妙 天外來客 等等 總之在那裡學到很多四字成語 很多四字成語 可以形容在不同的故事上 重複那個梯圖 另一個為人 我不知道這個叫救病 還是津津樂道的地方 就是你買老夫子的單行本 同一個故事 有機會出現多過一年 是啊 那時候我小時候以為是印刷問題 我小時候以為沒有同一個故事 我揭發前面不是有的嗎 你怎麼用印幾次下去 所以他的出版 你說非常嚴謹 其實都不是的 但是他都由他自己的特色 放在那裡 你說人物那裡 你就當是這幫演員 然後他就是演出不同的故事 沒錯 所以有時候會不連貫 有時候是嫌妻 有時候是醜雞 有時候是有錢 有時候是窮是 挺有趣的 還有除了他六格 或者四格的款式之外 我很記得我當時 因為怎麼都會 邀請父母去買單行本 去喝茶 不是喝茶 老夫子喝茶 那時候你有機會就買 是 我猜我們這代 就少說會特地獲街 出老夫子去買 我這代就沒什麼 我這代 我這代就去喝茶那時候 因為茶樓附近一定有報攤 沒錯 現在就不知道 現在就很難說 一般 報攤都少 可能你附近便利店 但是現在就像以前茶樓 一定旁邊有報攤 然後你報攤就是 你家裡買一本東西給你 或者你說我想買一本東西看 或者你家裡買報紙 然後你搭過去 就買一本東西 搭同報紙一起給 是啊 當年我最記得買那本單行本 除了是這些短片故事之外 他無端端中後段會有一個長篇的故事 是的 我很記得當時我看的那個 就是他們三個 就是 我忘記了是回到強國哪個地方 就是關於一些歷史人物的東西 但是他是現代的 他是說一些現代去看歷史的東西 最後是還沒完的 代續的 然後我找回下一本 是沒有的 是不接的 是不接的 基本上是很生氣的 所以他裡面都有 不乏一些長篇的故事 都包含我們今天所說的這個水虎傳 我想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年輕時的情懷 我自己就沒有那麼重的 就是你問小時候 喜歡不喜歡到一半半 就是會想看他的漫畫 但是不到 喜歡因為我小時候 某程度上 童年是先給一些日本東西入侵 就先了 就是不要說入侵 但是接觸了一些 電車之狼那些 夜勤病毒那些 那時候哪有 哪有啊 那時候哪有這麼早有這些 我不知道大王給些什麼入侵的嘛 不是 你小時候因為已經看的漫畫 就是喝茶的時候已經有叮噹了 那你老實實有叮噹和老夫子選 喂 那老夫子先打開叮噹吧 小時候 那你叮噹又有 然後有其他藤子碧雄那些 有時候會有篷出來 然後 可能那時候有些漫畫雜誌 甚至有時候薄薄的一本 有幾套漫畫連載裡面 現在想起來應該都是沒有版權的 那些 甚至裡面有星始體 我記得 那變了就是 小時候看這些東西多了 那個畫工 我小小未必太劇的翻牌 就是老夫子 因為看別人叮噹 就算簡單線條 那些 但是你感覺上是精細一點的 你一去回老夫子裡 你就 有時候有種感覺 覺得好像小時候 那個感覺 好像那些畫畫沒有那邊那麼漂亮 好像不如看那邊開心一點 它有些鳥草 和印刷相對上都差的 而且 真的因為一個故事 我看幾次 我經常覺得這本書名很重 我小時候想 有這種感覺 所以 我不算買得很多老夫子 但是 有買過 那些故事 也覺得有趣 但是 我就 小時候選 我經常選叮噹 我看叮噹多 我兩本一起看的 所以我老夫子相對少一點 但是都是其中一部分 不過沒有佔比重那麼高 我們怎麼看 但是它真的很紅 紅到東南亞其他地方 甚至其實香港都做過不同的真人電影 動畫電影 這樣說的 聽風那一套其實是OK的 01年 00年那一套 CG的維和感 在那個年代來說 算是這樣 而且它其實是故意做到CG的維和感比較大 真的分到很卡通 我又覺得 放在一起維和感不算很大 因為它做的維和感 就是擺明告訴你那些交易 是的 我覺得可以的 所以其實它一直都有創作 甚至到現在 它好像還有創作其他東西 當然已經不在 可能原作者的一些 想像裡面 我想老夫子在現在 今時今日這個年代 它最為人叫做 驚奇的一件事 就是 吳興記這間出版社 是只剩下一本書的 基本上 我是數不到吳興記有第二本書 你去書展動漫節 吳興記的單位 就全部都是老夫子來的 好像說是 逐步轉型 其實已經變成了一間公司 可能它未必做出版的 但是就 將老夫子的剃圖 不斷發行出來 你再簡化一個概念 就是 你當這間公司就是經理人 老夫子就是藝術 又如何慢慢派作給它 派它出去 是的 老夫子其實現在也出了一個大全集的漫畫 出了三十期的了 二百元一本 很懶惰 所以家裡沒有位的話 就三思而後行 當然這些是給收藏家 那裡面有沒有故事還要重複的 不知道 我真的沒有賣過 因為它 是將每一年的老夫子 你不知道兩年左右 合起來做一期 所以它是出的很多 現在出到三十期 都還未完 那裡面內人尋未出現多少次 真的不知道 那這個題目出現的次數 你已經數不到 因為同一個內人尋未出現多少次 其實小時候過了幾次 其實過了幾次 已經過了幾次 已經過了幾次 已經過了幾次了 搞錯了 但是老實說 大家就不用太擔心 今天講的那套水虎轉 就不會這樣的 是的 那去到我們今天想講的那套水虎轉 跟短片很不同的 它也有一個漫畫的基礎 那你聽過題目水虎轉 很明顯就用回這個 中國四大名主的水虎轉 水虎轉 來做一個點題 那這一套1982年上映的動畫電影 就由這個遠東卡東公司製作的 那這間是一間什麼公司來的呢 其實就是台灣的蔡志忠創立的 那是屬於台灣的動畫公司其中一間 因為蔡志忠好像是創立了不止一間動畫公司 那這套動畫電影也都算是一個台灣 跟香港合作 有香港的導演 也都有王澤本身自己去監督 好像編劇也是去做的 是的 而音樂方面呢 我覺得挺有趣的就是 他音樂創作就是顧家輝創作的 那你聽OP和這些呢 就是張國榮哥哥唱的 那你想一下1982年的張國榮 已經是很紅了 我記得好像1982年2083就已經風繼續吹 就已經是很紅了 你想一下都是唱這個 你想一下當年收到這樣的錢 應該香港真的還是很迷這個老夫子 還有八幾年那時候 還是香港電影市場很旺的那個年代 那老夫子也都說你成為這個市場面 其中一套作品 可能你主公年齡層就低一點了 就不是說其他電影那種 但是那時候真的會入場看電影的人都很多 年代 還有我想這套東西 另一個小小的彩蛋位 就是因為蔡志忠這位台灣的文化家 他為人很熟悉其中一系列的著作 就是一些中國歷史人物的著作 其中當然就有很多思想哲學家 有孔子 有莊子 有老子 他終於出了老夫子 就集成這個系列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小彩蛋 其實是 難得一點 他拿酒精髮子還沒有 其實有很多人都覺得 老子和老夫子 是真的並列兩大思想家 那說回那套水虎傳 如果你說這套是什麼類型的動畫 就很簡單 就是一套喜劇的動畫 也是一套穿越的動畫 穿越橋 穿越橋 又不是異世界 不過是時空 時空 可能那裡是異世界 你不知道 那玩法 你又說時王那些 一套沒重 一套 一套潘金如一套 一套沙文 不要說粗口 其實說什麼 就是老爪 作為一個科學家 就製造了一部時光機 就打算找三位主角做試驗 他們就發生了意外 就搞到他們回到這個水虎傳 就在那裡經歷了一些驚心動拍的冒險 也都遇到水虎傳裡面的人物 例如這個武蟲 武大郎 甚至是其他人物 最後都是一些冒險 搞笑的劇情 因為真的在劇情方面 就沒有什麼好搞笑的 你不當是 你真正的心態當是看武蟲 看水虎傳 有幾集是比較武蟲 不是做武蟲 就是當武蟲打虎 打完虎之後就回家 見到武大郎 然後武大郎就被西門慶所害 然後呢 最後武蟲就當是搞定了西門慶 然後就迫上梁山之類的故事 當然這裏是因為喜劇作動畫 就很多橋段有吞到的 當是他們落到蝴蝶下影響了 沒錯 例如武大郎是沒有死的 沒有被西門慶害死的 因為他們過過一花去 已經知道那些橋段怎麼走 所以中間出現很多情節 就是他們怎樣可以說是 勒他回水虎的橋段 例如可能去打虎那個水虎 那時候 武松原來是爬底的 那些爬底是會死的 那些老虎 然後就是大番薯一槍 爬低了一隻老虎 然後武大郎橋橋 這裏的潘金蓮 又是賢妻來的 就不是淫婦來的 那變成了 他真的不是想搞 即是說西門慶搞的 反正西門慶想爬低武大郎 然後去查潘金蓮 那最後又是用那個橋 他已經下毒了 而有大番薯知道 喝高藥死了 所以就拿一條啞刷一下射 射爆 那最後總之搞了一大餐 之後影響了全部 但最後就重回正軌 都是跟原本水虎主的 outcome 一樣 那部分 我以為是 他氣了 即是川越的狗激氣 那甚至最後都是很大團圓結局 就是說他們最後 賺了一些錢 就給武寵他們 就上梁山接債 那他們自己穿越完回來 就有很多不同的文物 就可以賺大錢 那他們回來發樓 咦 拿了一袋 發達了 發達了 就完了 因為其實他們中間的情節 就是他們得罪了西門慶 跟西門慶降上了 那原來西門慶是一些官府的人 所以他們搞搞搞搞搞到 去另一個城市的官府那裡 那有一段審案的情節 他們就知道 因為那個官府就是想 放一些金器在武寵的房間裡面 就屈他偷了一些 砌他生豬肉 所以他們就預先把東西拿走了 就藏在花園的假山那裡 假石山那些 完了整件事之後 他就拿了一些金器 就回到現代 就成為了富翁 對了 那也很像我們剛才阿申叔這樣說 是完全無厘頭的 在原本的老夫子來說 他們三個都是普通的市民 沒有什麼 但是在這裡 平時在漫畫頂著 立屋棍去偷人 沒錯 那大番薯仔的軍火專家 因為這裡是 他們穿越進去的時光機之前 什麼時候都收拾東西 因為準備要去玩 回去古代玩 然後大番薯仔說 喂 我拿了一袋 美軍專用的蟑螂回去 所以才被大番薯仔 到水烏鑽年代 他有手槍的 剛才說的 有些聽說 可能是我在說錯話 他說什麼 大番薯仔一槍 勒低了一隻老虎 沒錯 他真的是那把左倫出來 射低了一隻老虎 然後官府走路的時候 立手榴彈 立手榴彈 然後又偷聽氣 還說偷聽氣 怎麼美國CIA會用 他真的這樣說 所以是完全無離愁的 對 但是我覺得是 當年來說是挺好看的 有趣的 有趣的 你當勇仔異言 某程度上 對 很多年代我是看韓國的 另一方面我想提一提 這套東西吸引的地方 就是他粵語的配音 那你也聽到很多 很熟悉的聲音 例如 大番薯仔有彈兵聞配 其他的配音 也是非常熟悉的 而另一方面 我要想賺的 就是他粵語的對白配音 當然 我們現在只可以在網絡上看到 而他的節目 就是台版的節目 但是他配就是粵語的版本 那裏面的對白我可以稱之為 在現今來說 我稱之為相當鬼馬 用這個字 現代就有一個字 叫做很本土 因為很多很Local愛用的 日常用語 就在裏面出現了 即是正如當年無線 會有城市洋肥婆婆婆 會有一流百書等我埋理丹 你的配音潮去過之後 現在就是文咒咒得來 不是文咒咒 現在就是口語 但是不會太粗俗 可能會放一些潮流用語 去玩 但是有段時間 香港是洗到 這些配音 配到幾乎 連死字都不說 我還記得那時候 好像 Big Boys Club 還是什麼 訪問配音員 他們說 你既然毀滅了我弟弟 會這樣說 會搞到 會搞到這樣 但是這套就不是 這套就是 哎呀我死硬了 幫我準備好了 前面好像有Jazzle 在過去 會有這些 那個年代的東西 很有趣 我覺得 我想老夫子的中文版 粵語版的配音 其實從來都是很新奇 我很有印象 我已經不記得是哪套老夫子 但我很有印象 我小時候 認識的一句 一句 叫做對白 你那五粒字嗎 不是那五粒字嗎 是一句話 新時女朋友 死時女街坊 我是在老夫子裡學回來的 這句話 新時女朋友 死時女街坊 是大番鼠 不知吵架 陳先生 還是吵架 老爪的時候說的 好像是 我已經忘了 哪一套老夫子 卡龍片 在小朋友看的東西 會出現這類對白 在今時今日 真的想像不到 還有你在動畫 很少會配到 大陸沒有三字出來 也是的 就是你現在 卡龍片裡面 就是會 有一幕好笑 是看到沒有大廊出來 范番薯說 你跟我一樣 不知道幾尺 差寸半 肯定你沒有大廊 他還說 圍著沒有大廊 他也聽到聽稿 然後還說 只有你的身高 跟我是這麼標準的 那個是少爛手的 最正是 然後就圍著 你就是沒有大廊 你老婆是淫婦 你遲早沒有 他會這樣說 你之後會大陸沒有 你還會死 那個本身是很突然的 但是因為 很本身地 就是一套作品 你這個作品 你遲早 如果你的老婆 可能會紅杏出場 你沒有感覺 你遲早有大陸沒有 你之後會大陸沒有 真的很正 而且 剛才那個音樂 是有顧家暉的創作在裡面 所以 我忘記了 在武宠 還是誰在喝酒的時候 他有唱歌 他是唱《飲姓》 《飲姓》是顧家暉創作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鄭少秋唱的 那時候 《流氓皇帝》 好像是《流氓皇帝》 那首插曲 所以你也會看到很多 本地的參考 好像還有 西門慶 情場中有多少高手 而西門慶就是 在漫畫中經常看到那些 飛仔的樣子 就是衰衰格格 三千八角 看到女兒就想混 有兩個reference 我挺有趣的 第一個就是 他們打開金箱 我們剛才說 想陷害那個箱的時候 我忘記了 老夫子還是大番薯 說了一句 嘩 比謝利元還多 我那時候是不知道是什麼 我之後查回才知道 原來是當年的一些金譜 還是檔譜 好像是 你會表達到 當時你真的跟別人說 真的很多錢 他就更加多的形容詞 你可以馬上得到 另外其實這部電影的配音 老實說 當年的配音質素 比現在來說當然是差的 就是音效 而且它是很 現在其實很少見的 就是它用很港式 以前舊的港產片 是很多人一起說對白 你有時候未必聽得清楚 每一個人說了什麼 但是畫面就會很大 很熱鬧 對 很熱鬧 因為當年的觀眾 現在我們就說 你們這些對白 不要回答 讓我回答那個對白 但是當年 大家進場就不用這些東西 照樣的人說 當年可能五夜長文化 你可能當年人進去 我想有些東西給我睡 就好像我在家裡 無緣按上youtube 看幾個東西 那個心態 它變成不是要 那種電影研究 只是看 所以反而你做到很熱鬧 大家的心情更愉快 近年答聲答得最出名 就是韓戰 那段深究的 但是那段 另一種玩法 我相信是另一種玩法 他就是要做各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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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就說 感覺都不一樣 還有說廣東話配音 有些人說 你弄到這樣 可能接受不了 甚至是太過Local化 我就會覺得 他這些 怎樣都比風之谷 那風之谷是配了另一個故事出來的 或者這個是不是黑合意 黑合意 黑合意 我真的想 黑合意 你老美那套真的 亂揪 他也是 神經病 他也是配過 差不多是你的畫面 做的A 但是配音 做了B故事 答錯聲的感覺 對 那始終這裏 他會跟回故事 通過另一件事 他這裏配音 可能是因為去年代的關係 很多數百欄 例如 我記得西門慶打武大郎那段 武大郎就說 說我矮冬瓜 最多一鍋熟 排骨炆冬瓜 然後兩個一起 封火輪 封火輪 我看到武大郎這麼好抽 你已經跳上去 整個蔡保錡 然後還要錄下來的時候 哇 無敵封火輪 動作場面 以當年來說 算是這樣的 不是 你看看那些動作場面 例如 秦先生打武重 你那一刻會覺得 哇 他這麼好打 真的 秦先生在這裏是MVP 這個秦先生 他又打武重 他又好像打西門慶 又打那些實Q 就是他打那個 官夫實Q 全部官夫的牙差 是實Q 實Q 裝扮 肩膀 肩膀好像有柴 他們好笑 而且他最厲害 就是 後來打掌門神 其他幾個人 鬥不過 秦先生 現在有差不多三分鐘的打器 跟掌門神在打 打得好像真的 I'm Fist 對 打器來講 我猜當年這日戲 應該是挺爽的 挺爽的 秦先生的配音員 其實是配過這個鳳王做一輝的 所以這麼好打器有原因 因為他是帥哥一輝的 我一個鳳王幻魔拳 就打你 混蛋了 就是 手門神 自己做那麼多事情 根本 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你終於中了鳳王幻魔拳 鳳翼天象 三個有技能 剛才大番雪仔 這個軍火專家 就是天秤座 他就是鳳王座 老夫子只是講數而已 他裡面就沒有太大的表演 是童虎 不是 你當他是誰 阿牧 阿牧 嘴炮座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 我也想講一些有趣的劇情 剛才講的美軍裝備 很搞笑 我自己覺得 這套東西在頭半個小時的劇情是相當有趣的 例如他們穿越回去宋朝 看到武寵 武寵 第一次出場 大家看水壺傳 就覺得他是一個很厲害的男子漢英雄 就是又打虎 又豪氣 就是喝酒喝幾杯一拳打死老虎 誰知道他在那裡 原來他是一個窩囊肺 喝酒的部分是有保持的 所以他緊罪是一個酒鬼 但原來他不是特別好打 不是什麼英雄氣概 純粹就是喜歡喝酒 他一出來是做回 水壺傳我記得好像是武中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 他一來又坐是突然交大聲 還要講香喝 阿招你 他這樣喊 然後很豪氣 然後喝又是 水壺傳最出名 拍電視劇也要做回 喝酒就是一碗倒進去 最初一碗喝 一喝的東西 很豪氣 所以基本上有三分二碗都是倒進去 有三分一碗喝的 三分二碗都是在下巴滴走 他們是這樣的 喝幾碗喝後就開始瘋了 然後發覺 為何要這樣瘋了 然後又跟大花鼠 跟他打招他 然後過來打招他 然後打招他 然後打招他 打招他武松的時候 武松被淹落 陳先生一眼拿著他的衣服 就說 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 對不起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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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馬上發覺 原來這件事是真的假的 也去到他打虎的情節 就看到老虎立刻爬上樹 他就立刻要走了 真的 不是大花鼠拿了這個尾骨裝備 他就死了 但是其實也很厲害 因為他爬上樹 是跟名門走上樹的方法一樣 他是真的走上樹 不用用手爬的 但是這些呢 是卡通的表達方法 卡通裡面 這個是雜質的基本技能 就是雜質的技能樹 就是有衝上樹這一招 但是他的攻擊力是沒有的 然後大花鼠一枝莊 就拔死了你老虎 然後他們就 這段戲很有趣 這段戲其實 就是你是反了以前的水果專長態 就是以前都不是 沒有那些戲會 顛倒一些經典作品 總有的 有些戲就是 他想理論上 想拍到新版 結果拍到厲害了 總有的 有些明解也有 但是 這套真的叫做 我那天沒有那麼多小數 當年來講 應該少數些 是惡搞一些古代的 一些名作 他惡搞得來 又未真的去到很討厭的情況 你會覺得 原來母寵 雖然是渦狼廢的 但是他有些時候 他還是顯示到他 藍的一面 例如他對著他哥哥 他真的 他哥哥被人欺負 他真的拍桌 就去找人去尋仇 雖然被人打回頭 但是這些位置 都看到他真的像一個人 就是他未貶低到很厲害 還有很有趣就是 他找西門慶尋仇 去一間茶樓 叫獅子樓 去獅子樓 然後 老夫子三個經過 這裏就是獅子樓 西門慶就是在這裏做 空中飛人 想穩定個位置 看戲 這也是很惡搞的 也是有趣的 最後又有些反轉位 原來西門慶比武寵還好打 沒有寵的 其實西門慶是最好打的 然後就在這裏打 亦都是秦先生出來 就用這個鳳亡玩摩拳 就打到他一招一招 最後就扔了他出去 他扔了自己 扔了自己出去 他打算撲過去 他就蹲下了 你當摔角技型 是suicide diving 結果真的是suicide 但是他真的 但是他又死不去 是 他又只是變了矮仔 變了縮頭烏龜 變了魔鞋 變了一隻魔鞋 那種款式 說說說說走那邊 然後就回去他的親戚 開庭審訊 在這裏審訊期間 那段我覺得 是整部電影最好笑的地方 變了縮頭烏龜 可能大家對這部電影 最認識的地方 之前網絡上 就流行了 這裏水壺傳其中一個 就是那張圖 大家 你看看 就叫我狗狗 好像 其實就是 他們在審訊的時候 看到西門 是沒有縮頭烏龜 大家一起在那裏笑 是沒有縮頭烏龜 就是 就是 這個人笑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笑完一份 我笑完一份 而更加好笑就是 他的親戚 出了審訊案 然後拿著大錘 然後在那裏 誰在那裏笑 然後一直在那裏 真的變了一個縮頭烏龜 你不要再打了 那裏雖然是這樣解決 好像很疑惜 但是 當年看我覺得是非常好笑的 我看的部分 我是有 就是有 就是 揣摩一下當年的觀眾 要些什麼 嗯 你反而不要搞這麼複雜 這個劇情 你有 就行了 你不要做這麼複雜 以為 然後有些笑位要很 淺白 就是不是貶義 就是很簡單 不是要 就是現在有時候 我們看那些銀文 你要把那些東西 很多 你要知道哪些東西 才能偷 它很簡單 就是 新門戲變了一隻龜 那一刻就是很滑稽 用這個滑稽式 很簡單 直白式的笑話 就是當年的觀眾 入場要的東西 我猜是 甚至之後去到黑店 例如老夫子 卡住了頭那張椅子 之後他們打掌門神 甚至最後在官府那裡 嚇鬼 嚇走那些人 也都是一些很直的橋段 它不會畫很多 就是我們現代人所說的 勒他的那些笑位 我覺得他在卡住在椅子上 大番鼠 幫他拔出來 那個方法很搞笑 用一張刺激的頭 讓他縮 一縮的頭就出來 以卡通人物的 主要方式 他們有些位置 都是 打破第三方牆的 他們會說 你當我們是卡通人物來嗎 這樣說 這些東西 甚至我看到有一句 就是我看過這麼多漫畫 都沒看過這樣造型 哈哈哈哈 那這些我覺得是 吸引到我童年 就算看過很多不同類型的動畫 甚至日本動畫 我都發覺這套東西 是很突出的 但是是這樣說的 雖然我們剛才說 它有很多小位 配音沒有好 我會發覺 可能真的它太直線了 我看完第一小時之後 甚至頭半小時之後 我用官府的位置來做分享 它上完潛力恥笑圖那一幕之後 我覺得是直插的 好像很亂 而且我覺得很亂 你看著 為什麼它會突然去了 孫兒良那間 為什麼會在那裡 突然間又去了 不知徐州還是哪裡 又會見到 掌門神他們 張團煉他們 你看著 為什麼會去得這麼奇怪 那可能是 跟回水壺傳 原本的章節 我猜真的 我不太想起 我記憶中是 好像真的沒有被人拉完 有一程 好像這樣經過先去那間店 我小時候在水壺中 我印象中有些幕 然後 不知道再搞了一頓飯 才上梁山 那樣 是的 但是我覺得那種感覺 由他們帶它過去 就是有點奇怪 是 很跳 先跟先中間 沒有東西連起來 但是我在想 我在想的時候 會不會是 當年的觀眾 其實也是 不太在意 我們現在會常在意 你先跟先中間 不要那麼囂張 行不行 如果不是看JL 我就不會那麼 是 但是我們就會很在意 但是當年的觀眾 真的 他又有那一幕 又有孫二良那裡 這些東西都在那裡 然後他們會覺得 每一幕做都有一些 有趣的東西 那我已經足夠了 所以真的 那個觀眾的要求 和現在不同 我用現在的尺去看 很多東西都不行 而且你看到他分得很明白 就是他搞笑 然後會有一場動作戲 然後可能就是 剪去另一個scene 然後到最後 他們在那裡嚇鬼 又有一個大動作scene 這樣就完了 那是真的很突然 但是我會這樣說 很多個年代會做的事情 我不會說他很壞 但是你如果現在看回 始終是有點老土 有一件事我自己覺得 我向來覺得 很多舊時的華語電影 不是全部 是多 或者為數不少 那時候是想到一條 想到有什麼情緒要做 但是串一來 又未必串得去很漂亮 還有那時候 想到頭收不到尾 甚至現在有些 我們可能覺得很經典的港產片 很多時候都有種 開到頭收不到尾 或者開頭 不斷做搞笑的事情 就是正如 富貴逼人系列 第一集我覺得尾 有少許 都叫做合理的 就是講得通的 但是後面那些雜數 不算富貴黃金 富貴黃金 我覺得是很完整的一套 但是富貴逼人之後 那些雜數 我也覺得有種感覺 是開頭做到一些 做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到中間開始 好像想不到怎麼收 結果就 前後那個通可以很不同 我不說是問題 但是是有這個情況 那這套 其實給我的感覺 都是跟剛年那些華語電影一樣 那時候都是 就想到頭 不知道 尾巴想不到怎麼做 或者一個鏡頭的 那個情況 其實就好像 是 富貴金燒 富貴金燒 他其實做很多短劇 他中間是不用連接 但是故事可以是有關係 或者是同一班人 在不同場景發生的故事 所以我想在那個年代 大家一來看習慣了 二來 剛才大雲說的那樣東西 那個風很不同 我想起那個時候 街有起事 在韓國上演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場槍戰戲 是扮英雄本色 對不對 在韓國好像馬來西亞 好像是韓國 好像韓國 總之是海外 對 譬如好像玻璃活 一定要有一些歌舞 其實可能 在那個年代的電影 他們要求的 譬如是一些合家夫的電影 要他們有get 又有一定的動作場面 又有些笑位 要打得來 但是不是 血淋淋的 就好像成龍那些 打完要拼一下手 好痛的好痛的好痛的 那些 那類東西 動作場面 又要笑位 又有些愛情之處 那些東西 都放下來 才為之一套他們適合大家看的電影 可能其實每個地方都有這類的文化 所以有時候可能一套戲 加了威樂就是為了賣淘 因為當年也很講賣淘 還有講賣淘 這套水虎傳 應該有幾個不同的版本 我們現在看網絡的版本 都未必是完整的版本 因為我搜尋這些水虎傳的資料的時候 都看到鄭立寫了一篇文 就說其實中間是有幾個層 是鎖白欄的層 在我們現在看的版本是沒有的 好像說他當年看VHS 在金絲影視會 做VHS和VCD 好像是 那個年代就說是有多少內容 那很多人都聽 還要說 什麼叫金絲影視會 可能有些人說 什麼是VHS VHS都多些知道 就是錄影帶 但是金絲影視會真的 真的有回到差不多 大家真的是 時代的眼淚 真的 當年大家要去影帶報告 可能你是租帶 就不是一定買點的 租帶還帶 然後又要到 有些人要入會 有些人就不用入會 但有些人就 不是 都租帶你就入了會 有些人就 不知道多少錢一餅 就再便宜些租給你 有些東西 就說當年在VHS 還是要租帶的時候的版本 是多了些東西的 甚至台灣的版本都好像不同 你甚至現在看 台灣的版本的字幕 完全是兩回事 它是有些對白 香港會配音下去 但是有字幕 所以我覺得不同的版本 也有趣 而雖然我們說這套戲 可能 情節 甚至節奏 可能都不算 對比起我們現在看的電影 動畫電影來說 是很好 但我都推薦這套東西 因為第一 可以看到他當時 真的那個80年代 他們要求的東西 還有他們表達手法 第二 作為一個動畫電影來說 我也是交足課 很好 其實畫面漂亮 畫面漂亮 動作OK 他畫的細節 雖然你看到背景 都是好像 我們看以前的動畫 就是背景不動的 就是一幅來的 他動作器 就是不斷循環的用的 他畫面要爛的東西 顏色會不同 對 當然 但是他以畫風 他的畫質來說 是很OK的 我一點點覺得 如果你喜歡研究電影 甚至乎 可能是特別喜歡研究動漫 如果相關 會想研究香港 甚至乎 真的想想想當年 電影院文化 我覺得這套戲 你去看是會有些東西給到你 只要你剛才一直看 我都會想 當年觀眾是要些什麼 這些東西你是在這套戲 會幾體的翻出來 那我會說的 我的確因為這個程義傑 而會喜歡這套電影多些 我現在大過了看回 每角是很多沙石 也是不一定很好看的 但是 對比我當年在看 我是笑足全套的 可能因為這樣的程義傑 令我更加喜歡這套東西 我不知道兩位主持 會不會對這套東西 會有另外一些看法 我自己 因為小時候應該沒有看過 或者可能我看過就忘記了 或者我看過就忘記了 因為我對老夫子的動畫 唯一記得的就是 紳士說女朋友 有四說女嘉賓 沒有了 沒有了 來自於哪一套我不知道 放著2019年再看回 當然有很多若干的問題存在 但是 我現在這樣評價它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過了三十年也很多 我覺得以前是不是 我不知道 聊電腦奇合的 就有一段時間 就是有講過 可能有時候看一些舊作品 要嘗試調整一下 心態過去 就不知道 你觀學的時候可以分兩條線 一條線就試調整一下 一條線就用現代角度去看回去 都挺有趣的 有時候放在一起 那個感覺很有趣 具比可以是 反而 感覺上是 它很有現在這個 所謂本土的文化 或者很有當時香港的一些 特色放進去電影裡面 相對上 就算現在 你說香港的一些動畫電影 例如蜜兜那些 已經都不是很重了 開始慢慢減 蜜兜真的可能是 最後一斤動糧 對 如果有機會再說 我覺得蜜兜又是另一種 很富有時代意義的動畫 對 各種方面 對 但是我想 這裏來說 老夫子這套東西 我會推薦給大家看 你有空 很容易可以找到 甚至其實其他系列的 廣東話配音的老夫子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或者是當年80年代的 甚至是00年代 甚至是現在的都可以去看 因為我們 找過很多不同的 例如魔戒戰技 其他東西 我都 我都未看過 所以 去到這裏 我都覺得 暫時 《水浮傳》 推薦給大家 可能大家會覺得 真的這麼老舊 但我覺得它有它的意義 有時候還要看舊片去找一下 舊時的東西的感覺 用這種心態去看 就是 令自己更多的內容 在腦袋裡 對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那我們評論水浮傳 就來到這裏 但我們今集還沒完 最初的時候都講過 要討論另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有關王澤和彭帝之間的一些 是不是算是版權上的爭論 風波 風波 或者真是 前世今生的東西 真的 因為這件事 其實就是 多年前已經有人說了出來 我記得好像 原源於有一本動漫畫雜誌 曾經就說 在它做了幾次之後 已經是經營很困難的時候 就收到一個的報料 用這個年代的字眼 就是說這個 老夫子就是 原來抄襲以內 甚至說 當年很多的報章雜誌 不肯刊登 那有人說 不肯刊登 就自己說出來 不好意思 在那個年代 你真的不是這麼容易自己說的 我說現在 隔十幾二十年前 你都不是這麼容易 可以自己發佈出來的 那時候沒有Facebook 沒有IG 沒有自己發佈 不是這麼容易的 那變成說 曾經是有這個東西 當年就已經 因為這個爆料 都牽起了一些風波 但是 這件事叫做 拉 拉腳 或者在這個叫做 不是太知道 發展的狀態下 或者是膠著狀態下 就去到 早兩年 黃澤先生 過世了 變成一件事 也都在大家紀念 這個老夫子 和黃澤同時 也都再重提出來 都引起軒然大波 再很多人爭論過 沒錯 那除了你剛才所說 在香港出版的 漫畫 毒物裡面的 一些評論文章之外 其實早在200年頭 在內地的一些學者 也都出過一些書 就是說 探討究竟老夫子 這個名字的漫畫 的來源 和歷史 因為其實 在黃澤 在60年代 創立這個老夫子之前 其實已經有同名的漫畫出現了 就是這個剛才所說的 彭帝 也是原名馮帝的一位漫畫家 在40年代 在內地的時候創作的 都是四格漫畫 好像是上海 上海 不知道上海還是天津 我記得是 而他當時拿回 原本彭帝的原稿 對比回當年 60年代開始的時候 黃澤寫的原稿 發覺無論人物 表達手法 四格或者六格的漫畫 的規格 都是十分相似的 可能有些人物的裝扮 或者當然他們的名字是不同的 但是他們表達的手法 是非常相似的 甚至是 可能他們故事情節 有人對比過 是真的很相似的 他們是連分鏡都是一模一樣的 而角色造型 因為都是極度相似的 甚至乎有人提出 作為彭帝先是原作者的 一個很大的論據就是 老夫子穿的是上海裝 你一個廣東人 黃澤你怎麼會畫一個這樣的角色呢 然後彭帝當年在天津出版 這老夫子 但是因為歷史的原因 去到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 甚至去到六十年代 他已經沒有漫畫 所以黃澤來到香港六十年代 有大紅大紙 甚至有傳 那時候黃澤 一些朋友問過他 他說是認識彭帝的 所以整件事被人報告出來 例如我在網上搜尋一些資料的時候 最常見有幾篇文 第一篇就是蘋果日報報的新聞 就是2013年的 題目就叫做 老夫子抄了五十年 裡面就引返當年漫畫讀物的一些作者 他們覺得真的抄得很厲害 其實就是紫文化堂的 我當成立人 彭志銘的先生 他說其實他在二十年前已經收到這個消息 就是剛才說過的那件事 其實早到1996年 其實都已經開始有不同的人說這些 甚至有人出過書 是為彭帝抱不平 但是一直發酵到可能是近年 甚至是第一代黃澤 過了身後更加把這件事爆發出來 所以有一個爭論 例如大家 正反雙方都會看一件事 第一就是當年的版權問題 始終版權這個意識 甚至這個法例 在近二十至 我想是十多年 二十至十多年才比較 是多人去接觸 甚至我們現在才會集以為上 例如 現在如果有人抄襲我們節目 我們會吵架他 但是對於意義創作 版權的問題 的確在四十五十六十年代 是沒有那麼強的 甚至我們小時候都不強 因為我小時候看的漫畫 可能有機會都是老回來 天龍 天龍精選 那你或者我們再大一點 真的是所謂港產片 紅冬奇 翻版VCD VCD 大哥 是翻版VCD 最成行的那個年代 的時候 版權 is the shit 那些人都還沒有那個意識 現在有些人都經常說 有些東西 上網看都行 用鬼買碟 用鬼給錢 那樣還有 反而意識 是要慢慢進化出來 但是 都有反方的意見 都是 如果是原用感的證據 或者一些推測 二次創作和票竊 和抄襲 是的確有可以去分別的 例如如果真的 你看到原版的 彭帝的老夫子 和王澤的老夫子 創作是真的 連分鏡都一樣 那已經不是二次創作 已經是去到票竊 和抄襲的程度 那如果是這樣 有人是會生氣 甚至是覺得原來 被人騙了 因為老夫子 是好像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童年回憶 那的確是會引起反感的 還有我想 另一件事 很令人 認為這件事 很不公平 或者一定要說出來的原因 是 彭帝和王澤之間的 最後他們人生的末段 的落差太大了 因為彭帝 我沒有叫他上海人 然後走了去天津 所以才認識到王家晞先生 他在天津 因為畫一些 和政治敏感相關的漫畫 他最後是很窮 和很悲慘的 過去的萬年 但是我們理解的王家晞先生 他相對上的財富比較好 他也移民了 好像是加拿大還是美國 我記得了 他移民了去外國 雖然他已經是鮮流了 但是他的萬年都相對上 覺得幸福 也有一個比較圓滿的家庭 大家會覺得 就是你偷了別人的東西 然後用別人的東西去賺錢 但是原作者獲得一個 叫做老倒一點的人生 相對上大家會 覺得這件事更加是 觀感很不舒服 是啊 更加差 未必有直接的關係 例如彭帝在內地遭受的一些對待 未必是因為王宅抄了老虎史才引致到這樣 沒錯 當然 很多東西是與王宅無關的 很多東西是與我們不敢遠地說 待會又問跳跳虎坪又是哪些 我們又要講普通話 叫做年青力量末代 非常認真地說 其實他兩次 漫畫是 就是彭帝被人停過創作的 第一次就是 日軍侵華 第二次就是 新中國的成立 令到有些文人沒得搭 是啊 是啊 那段歷史沒有了 美由共產黨 美由先中國 大家知道嗎 有新中國 所以創作者就沒得搭 那些文人就被人批的批 就是在新中國下面 文化需要一些大的革新 那你又不在新中國之下 你又不是蔡彩絲 你又不懂流星蝴蝶劍 你又沒有神龍高達 那些東西就沒辦法了 所以老實說 to be fair 應該用這個字 其實去晚年 當然你作為一個普通人 你聽到這件事當然不舒服 但是你如果將這件事拆解一下 是有些你真的說很不 fair 但是你又真是未必可以將去晚年 不開心或者老倒那件事 下去黃澤道 未必慣時 因為他真的受時局所限 很慘 我又要用一個層次的論述 就是說 其實是的 你在抄襲的層次上面 你可以看到可能他原本的創作 已經可能是引用了 甚至是飄蝕了 老夫子這個開頭的創作 而他一直以來的創作 是可能接隔抄襲 也可能接隔分鏡的林武 去到之後 另一樣東西就是 他們兩個遇到的東西 跟他們的抄襲 是不是一定有100%的關係 是未必是的 嗯 甚至是我們剛才說過這個瑞蝕傳 裡面 例如他加插的情節 他的配音 都可能會有一個本地化的作用 我們看以前老夫子的 會有四非仔插白黨 會有一些香港的東西 會在裡面 這個可能已經脫離了 原先彭帝的創作 不是這樣 我們這樣說 不是說 這個可以脫離 他票蝕那樣的主題 而是我們真的要看清楚 你說他要證明化 是 的確是有抄襲 我們要認清這件事 原來他原版是有這個東西 我們要認認 所以要證明化 OK 但是 他最後悲慘的結局 或者他撩倒 或者他沒得再創作 這件事不一定是100%是王宅影響 我甚至覺得真的 這麼說 我覺得是關共產黨的事 不關日本人的事 其實這件事是他們 我不是說什麼 是因為這個時局 令到他做不到創作 甚至可以作為一個文人 在新中國之下 文革之下 變成非常老闆之類 這個真的是時局關係 這部分 不是王宅搞過文化大革命出來 如果是王宅 為了奪得老夫子 為了奪得老夫子 共濟會 搞文化大革命出來 影子政府 這樣下去 這件事是關係的 但是真的這些時局關係 是很悲慘的一件事 所以我自己就不 我兩看 我覺得 彭帝你說 甚至有些人說 當年是有人把王宅老夫子拿給彭帝看的 在江湖傳聞話 好像說他看到 都是無疑異對 甚至是挺不開心的 那這部分真的不行 但是你說 彭帝那個晚年 你真的不能夠強行入落王宅數 那我都覺得 有些人很用力地發聲 因為他覺得是不值得的 OK的 這件事是 的確如果你想證明化 而且可以讓更加多人知道 真的老夫子的源頭是怎樣 我是絕對支持的 但是未必要去到 真的說要搞到 王宅 就是無論是 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王宅 要搞到他們說要 什麼新敗名列 我就未必去到那個地步 嗯 但是還是這麼說 我想第一代和第二代王宅 都沒有正式公開地聲明 版權是怎樣的 我記得應該都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正式公開說 但是其實有記者問過 世王宅 到底他的想法是怎樣的 那麼世王宅 是回應說 你這個問題是對我爸爸的侮辱 OK 甚至好像 17年我看過一些新聞 是因為這些事情 所以問回現在相關的公司 最後回了那件官康過來 就是回了什麼老夫子 試還文化其中一部分 就是要計算了幾個傳統 就是搞不搞八 你說 逐個逐個層面拆我 我覺得 又不可以說 將那些老夫子 就 立刻把他們當作 臭雞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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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讓他脫掉 這個罪名 但是也不用 將他之後的努力 完全 叫做踢走 但是又這麼說 你說 兩位王宅 都真的完全 沒有承認過這件事 大家明白了 可能一承認了 就會有 你先不論會不會有一些賠償要做 會不會可能你的品牌所影響到其他贊助卡 又不用你 會影響到後作 我知道有複雜的問題 你這麼說 在相言相 甚至於你代入的角度 你很明白為什麼他們父子不承認這件事 因為你真的不能承認 你一承認就糟糕 但是始終你真的沒有承認 我知道你承認是糟糕 但是你真的沒有承認 那變成了你應該沒有承認過後果 程度上有 我也要承認 絕對是一個情意傑影響到的 就是你小時候 始終陪著他長大 那你之後會認識到原來 他原來是這樣的作品 你會有不好的感覺 也會有一個衝動想衝出來 就是Defense這件事 這個我也會有 一點點的感覺 我反而有點不同 因為我的情意傑沒有那麼深 我反而是知道這些事之後 我自己是面對不回老夫子這件事 就是以前都可能 家裡有一兩本在 可能我不可以 封出來看看等等 現在那兩本我 我真的不記得放在哪裏 我有些事發生之後 我撿書架 我不怕我是丟了 還是塞爛了一旁 我是面對不回那本書 就是我有點覺得以前 我不是很粉絲 那個一句我小時候 真的喜歡叮叮叮叮很多 但是 我有些就 掀不回那本書 我一掀就想回那些事 所以我幾面對不了老夫子 這個品牌的 我自己去到的一件事 我又未去到面對不到的 但是 可能我真的 會分得很清 因為我引了一個 現在的例子 我以前是很喜歡看成龍的電影 即是無論是警察故事 即是酷爺買 去到Rush Hour 我都很喜歡 舊那些更加喜歡 自從知道他那些 私生活的東西 私生活的東西 甚至他一些發表的言論 發表的言論 其實之後都沒有看過電影 但是我都會看回他以前的東西 甚至有些評論是說 他是一個這個世紀其中一個 最偉大的喜劇動作演員 我是認同的 但是我自己的概念不同就是 成龍那些 甚至現在周星馳 我有一點點 我有過列車斬 斬攬位 我去到可能 成龍 我可能去過玻璃瓶 再後一點點 或者Rush Hour那些 之後我就剪掉了 總之之後 成龍就 有了 之前的電影球員做 我可能還會看 周星馳我去到長江七號之後 我還沒有很懂得處理 因為周星馳的情況 有些像李琼老夫子那樣 周星馳就是我童年某情報上 可能他比叮噹更重要 或者一樣重要 對我來說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很懂得處理 如何去看周星馳作品 新戲劇之外 很多人說好看 我還沒有放低那種感覺 去看新戲劇之外 我想我都買不到 我都買不到 美人如同西遊記 我是說了不看 電影台一做我 馬上轉台 我不是說那套東西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沒有看過那套東西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問題 但是我心情上 面對不到 所以我是看不到他那幾套戲 但是 你如果說他那些 我是有過 因為那些是 之後有些事情 或者之後有些事情 轉變了 令到我有鬼剁存在 但是老夫 為什麼我有一些 就是之前那本漫畫 在我家裡 然後我現在不知道 塗在哪裡 就是因為好像是他的起源 是 他在源頭上 有一些 不是很公平的事情 我又不是 變成我都影響了我 我對整個老夫子 我還沒到 我還沒到面對不到 但是的確我現在 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再回去看 這個老夫子 他的本質 原來跟我們理解的東西 有不同 就是如果那個 都市傳說 是成為了事實的話 就是 龍貓原來是死了 是用來帶走 刺子的 以後 你可能家裡的龍貓 你都不敢再見他 有人放在那裡 對 如果有一個宮記長 走出來 龍貓是死神 刺子兩姐妹 死了 你整套作品的本質 是不同了 所以 是很難這樣去類比 但是我都有一些 很近藍哥的是 其實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我是試過買回一些 舊的老夫子二手書 買回來看 因為有一陣子 突然想 好像很久沒有看過老夫子 買了一些回來看 看完之後 我都扔掉那些書 我會覺得 對我來說 彭帝的老夫子 固然是 在現實中的原作 但是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認識的老夫子 就是王澤的老夫子 所以我仍然會看王澤的老夫子 我仍然會覺得 他是對我童年 或者甚至現在 都是一套 很重要的作品 因為他有那十字真言 一來 而且他始終是有些地位 但是我想 我沒有辦法跟你說 的是 我不受這件事影響 其實我剛才提過的 老夫子大傳集 我是有想過買的 因為當時我不知道會出多少期 那我只知道他很厲害 但是 你本《多啦A夢》 《大傳集》我也是這樣買的 都是很厲害 都是20本 那時候已經知道 但是 我還是沒有買到的 就是因為我看著 我不想 我還沒釐清到 到底應該怎麼對待這套作品 或者我覺得 我不會釐清得到 那個心情有些 就是我現在看著 新喜劇《之王》 經常在想看不看那件事 那我不知道現在 check room 或者聽眾 如果有相類似的經驗 都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我突然之間 是想不到 有其他相類似的情況 就是除了成龍之外 我自己會形容 是 聽完那些新聞 或者看完相關討論 我是不開心多於生氣 基本上很多人是很生氣的 是現在聽老夫子 咬牙齒齒說 喂 混蛋來的 我真的不到那個程度 但是我只要說 我沒有什麼生氣的情感 但是我是不開心 有感覺好像是 你有一位童年好朋友 原來他是個殺人犯 用這個鐘去說 他有不路證的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有人跟他說 那個感覺 講笑也 就好像有人 假設有人跟他說 喂 你知不知道 原來叮噹當年 吵了大豪屎 你會馬上崩了 然後說 我又不開心 你不會生氣 有沒有搞錯 大豪你說me too 那條丁多這麼混蛋 你反去 你現在突然變回廢氣 你不生氣 你是會不開心 原來丁多 回來為了吵大豪屎分 你會不開心 你會倒 那條丁多 那條丁多 我不知道阿申叔還有沒有其他類似的例子 我真的突然都想不到 有沒有一些動畫的作品 最多是 我當年聽龍媽死神的想法 那個說法 我小時候聽過大雄自閉症 這兩個時候 我是出現過類近情感的 但是這兩個之後 都釐清了是絕對bullshit 所以我就沒事 這兩個作品我OK 我都沒有說一些類似的個案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什麼 其實UWP就是抄回來的 但是我根據他沒有求入感情 我只是說這個例子 但我沒有感情 所以我來生氣 所以UWP UWP 我知道之後 精革騎士出來 會打黑黑世界的人 就是冥王十二公 就是冥王Pin 你好嗎 就是一九樣 但是我聽過UW的東西 我看了他飄零街十二公 我是生氣的 我真的看過燈了 有一兩集我看過 我沒想抄了一九樣 我是生氣的 因為我沒有投入感情 所以我是很簡單的 就說 你現在是搞究一套 我有感情投入的作品 就是聲齒 所以我就很簡單生氣 但是現在 如果有一天聲齒 有人說 其實Teddy正美也是抄回來的 這套東西 原來聲齒的角色 就是在第二套書出現的 這套神王 哈哈哈哈 那這些就叫創作嘛 大哥 這些就叫創作嘛 那個Adena 有沒有說到Adena的聖衣 大哥 你說車田叔叔也有些類似的感覺 但他那種叫胡堂 對 那我可以一刀刀來就是 我是很喜歡BTS 我是很喜歡聲齒 拳王創世 挺我哥哥好看 我是車田正美類近成龍 就是某個可以斬籃 所以現在LD我完全不看 因為我看過幾期之後 我覺得算了 不願意好再看了 不要破壞我心目中的形象 所以有時候你不看 現在成龍的東西 或者我不知道看不看現在周星馳的東西 你的心態是因為 你不想破壞了以前 在你心目中美好的部分 但是現在老夫子的東西不同 所以這個情況真的很複雜 如果大家真的有相類似的東西 可以跟我們再討論一下 但是我想去到這裏 真的要分分清楚 就是說 是 有叉集的 也都要看清楚 就是說他原作的來頭 和他之後的發展是怎樣 我剛剛想過例子 就是我只看不到原來 可以想一下這個例子 我想一個例子 大家都很明白 喜歡老夫子的人又更加 現在的心情是怎樣 就是杜汶澤和周杰倫說 三萬元過夜 你這個人是雞來的 那個周杰倫是 是崩潰的 不是 一旦有杜汶澤和他講這件事 他就生氣 但是他 當他知道 阿夏樹真的三萬元過夜 真的是雞來的那一刻 他是沒有生氣的 他沒有下車去吵架 他是駕駛的 他是駕駛的 他是不開心的 所以我想他的心情應該就是 就是好像 阿湯看見下雪 真的是一輛駕駛的 那個心情 我想現在假的就是 或者什麼 如果聽眾 可能近一點的 就是發覺你喜歡的女明星 是整容的 這樣 或者你女神 是雞 小朋友偶像 那些 其實那個心情 可能有人說 喂 你們幾個傢伙又講壞話 不是其實 叫做地蹲一點 去講這些話 你是很代入到 小時候 喜歡老夫子 好像男哥 是他童年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對著老夫子打飛機 那些 我屌你老尾 哈哈 我不是超人輸的 我怎麼知道男哥 我只是說男哥追陳小姐 沒有人說要追老夫子 那種歐尾 我也不知道他 這件不是縮控 是白控 你明白嗎 超越縮控 所以我想心情應該大概是那件事 那怎樣都好 我覺得 好像剛才男哥說的 可能真的要釐清他的本質 或者某程度上都要知道他的起源 未必是一節 大家 即是不要幫他粉飾太平了 要知道他的來歷 你可能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就是 或者心理預備就是 他真的都是有抄襲成分 他基本上是直抄過來的 但是他往後為一些文化界所做的貢獻 又不能抹除了他 所以大家都要 即是葉水庫主題套好看 即是前半我覺得整套戲 即是整套戲 我現在就說阿胖胖 但是這套戲 在當年來說是一套好作品 這件事 無容置疑 所以大家在看作品的時候 都要用腦子分析一下 還有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除了用腦子分析之外 就是 你喜歡一套作品 不等於一套作品是完美的 你不一定要幫他抄襲 甚至乎你可以跟別人說 是他是抄襲出來的 但是我很喜歡老夫子 你閉嘴 無所謂 你跟我說 你跟我說 你很喜歡他 哪怕他是抄襲出來的 哪怕畫那個原來不是王澤 不要緊 發生所有事情都不要緊 你跟我說你喜歡他 但是你知道他做的事是對還是錯 即是托海走出來說 我知道下雪山下這個東西是雞 但是你說我女人的雞 就不行 是啊 我喜歡他 那一隻 300元過夜又如何 我知道他以前做雞 但是 即是那件事很帥 但是你知道那件事 你的作品可能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未必好的地方 你認清那件事在那裡 你不用說 因為我喜歡這個作品 所以他的問題 就不是問題 你說他有問題 就是你有問題 正如托海喜歡下雪 都不可以否定他過去 就是300元過夜的 是不可以否定的 他不可以 杜汶澤出來說 他不可以說 他沒有做過雞 他在心理上是處女 你不可以這樣說 你這樣說就很笨 我覺得 這件事 我覺得 這件事是重要的 很重要 正如我自己這麼喜歡 我現在有時候拿出來看 什麼打完前面打後面的心臟 動回這些 我都說 你這些任何人 不可以的 任何人都知道這些東西 很笨 然後你最初覺得 聖衣真的不懂得畫 腳的部分沒有畫 穿他的鞋 甚至有些時候你說 這件事的情緒 都挺有趣的 我也認 是有趣的 但是我小時候真的看漫畫 我小時候有一刻玩具 就是 紫龍我很喜歡這套 所以說知道他 不是 我知道他很高 因為他現在不好 但是我很喜歡 我會這樣說 所以大家在看作品的時候 可以再想多些 或者是真的 去看這個 真的有一個很有趣的個案 就是這個這麼在地化的東西 原來背後有這樣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再深入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節目也差不多 今天也說了很久違地說了一套本地的作品 是 這一類的題目 是會回到的 是 因為我們就 這個題目 真的很有趣 是前陣子吃了一飯 但現在是 和阿辛叔出現在 應該不是和阿辛叔出去 是阿辛叔和南哥 都和我和阿軒哥說了很多 一些廣漫 就是叫做 由過去美好時光 去到現在的時光 其實發生了什麼事 有些什麼令人失望 甚至是 有些做得哪些好 哪些不好 都 那晚餐飯 真的不知道有什麼事 剛才說了這些 然後我們就那時候聊 都可以開頭題 講到這一類的話題 所以就 那晚這個題目會回來的 是由美好的時段 去到 現在是變成恥笑的時期 甚至阿辛叔說 某些恥笑拳斷 我們是 在這間餐廳 忍不住大小會出來的 我和阿軒哥是 沒辦法 有些事情 很難不笑 我不知道 其實我想我們都還沒決定 到底是不是放在戰隊說 因為有時候可能 雖然餅吃完了 但我們可以找其他直播來做 這個題目是會回來的 我們再研究一下 我們再研究一下 怎樣再講廣漫這件事 畢竟我都真的很喜歡看廣漫的 我不會放過大家的 只是這樣說 但是下集回來 就不是先講廣漫的作品 我們是 與未來對話 誰說我們不可以 我們下集 都會跟大家講一套 動畫的電影作品 就是 世田首的未來的未來 與未來對話 真點未來對話 大家可以留意下集 因為世田首 我們都在我們的節目 都講過很多次 這套最新的作品 究竟 會不會跟他支持的作品 有相類似的特點 或者他有些什麼創新的東西 我們下集再討論 很慘 未來的未來 輸了給Spider-Man 紀念他的戰敗 所以我們講一講他 衰白猶榮 衰被Spider-Man Virus為什麼贏得到 我們先講他 我們反過來說就不懂了 很慘 真的慘 今天節目時間到這裡 差不多 下集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 後來 下集再見 戴 那